一起病更省 单单反现金的同城旅行 邀您收看高光时刻 你看到少一个人啊 辞证身份尽快确认 喂 齐县长 我已经知道了 来杯纯品明查案情 确查纯品 邀您收看黑土无言 孩子不爱吃饭 不长个用龙母胀骨颗粒 龙母胀骨颗粒 邀您观看黑土无言 蓝河化肥肠 一年一度优秀职工 表彰大会 现在开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厂领导出席 还知道晚上得劲儿啊 来 趁热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颜总 别拘着了 今天招待哥儿几个到这儿来 一来呢 就是大家伙聚聚 二来呢 就是想看看我颜红桥 在蓝河县说话还好不好使 哥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不搞笑呢吗 你咋咱们这嘎嘎早都立棍了 你要说你不好使 谁还能好使啊 是不是 好使 好使 是怎么回事吗 那指定的呀 那我咋听说有人要杨沙子呢 不能够啊 谁呀 表得这么肥吗 说话 谁 你看 哥 你看 都没人敢吱声 你在我们心里那 永远都是头子 哥 是这个 头子 真的 头子 行 谢谢哥 肉炒味儿咋样啊 好吃 好吃啊 行 知道是啥肉不 不是 羊肉吗 哥 嗯 没看到少一个人啊 干嘛你们吓 我还能让你们吃人呢 表情 一个黄瓜哥 不得好使 不得好使 谁呀 这是 他造这样啊 军马热烈 贾大酒 哦 少播录的贾总啊 不是贾总 我听说你有别的局 你到这儿来干啥来了 小董啊 杨总啊 这地上拔凉拔凉的 拔地上跟啥玩啊 起来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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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洪桥 你个王巴多 你不得好死 你追 你 你 你怎么没听 这是我心满了撒起码 我不想看见他呢 滚犹子 老大 你 你 杨洪桥 你亡了犹子 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你 紧张啥玩意儿 今天不是啥平安夜吗 你待会儿放个泡 听个响 你 不想死 起来滚蛋 啥乐呢 滚 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 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统一 开放 竞争 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 以民主文化为主体 吸引外来友谊文化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吸引外来友谊文化 你能好好练练你这普通话吗 你说你们这些骗子都是咋想的 你编你也编得像点 我媳妇死了 我就媚媳妇 你以为电话就是法外之地吗 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不 看下周 你以为在下周我就抓不着你 说 啥玩意儿 我马上到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来啊我这看不清啊 来啊我这看不清啊 来不死也动死我了 哎呀老子的梦花想不开 这么年轻啊 哪就这么想的嗨啊 来一下那把这库车 应该能修好 能修好心啥呢 一咽喉强大老板 这都吃不吃了 咽还能要啊 发生这么大的事 咽喉强咱们来的 哎 干啥呢老乖 大老赵啊 我心谁呢 有这这顿得瑟 我那车打不着火了 你干啥去 哦 最近老友穿冰空窿钓鱼 啊 县里头给许立军发通知 说让严管 我这不负责安全吗 我过去瞅瞅去 行了行了 你别费那劲了 你去哪儿我驮你去呗 那找吧 去你这小摩托啊 我说昨儿战友聚会 你咋没去呢 咱那个田连长还专门主播说 让你参加呢 田连长呀 他说 他儿子吧 在下周生意做得挺好 他以后 跟着他到南方养老去 南方有啥好的 你好不好的 你考虑考虑啊 对了 小英是在下周是吧 我讲的这就是你的不对 下周那么大 你想见也不一定能见得着 你赶紧的 哎呀你可别磨叽了 我这周级的周级呢 哇 哎哎哎哎 不小心 你别磨叽了 你不小心 不然跟你请便忙去啊 不用不用不用 你玩吃多了也不行 查情况吧 死了三个人 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午夜 目前还没找着目击证人 陶局呢 陶局跟刘局安排完工作 就被局里边成立川总裁了 监控呢 他公司自己的监控 坏了半两月了 一直没修 来 伯队 老袁咋说的 我师父说初步判定是坠亡 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的 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具体情况还是得等时间 死者肋骨无损伤 在死者的左洞 发现有一个技术徽章 死者的背骨也有少许的烟灰 来 死者身份尽快确认 这衣服上的烟灰也跟进一下 好 我盯着进度 连红桥呢 在四楼 怎么死的 乔长 这位上楼关队吗 师父 师父 咱们在家好好养病呢 我倒是想的 连红桥哥里头呢 对 关队 七点六二的子弹 枪不在现场 开了几枪 弹头找到了吗 三枪 弹头找到俩 还有一个应该在阳红桥底内 抓紧核对下 抛个点痕迹 好 你身体好了啊 这么大案子 我卸得住 啥情况 中了两枪 初步判断 是枪击导致的干破力 造成的大出现 看试断呢 差不多 半夜十二连左右 和楼下那俩前后一路 时间什么时候能出门 咱们也得两天吧 我尽快吧 特事特办 需要人手 你就直升 按试剧摇人 好 其他线索 我 起码也得晚点啊 这颜红桥在这儿很有名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盖楼 跑客运 供暖 菜市场 猪肢料 供暖 还是供暖说过一次的 说过了吗 反正衣食住行 你能想到的 他都干了 算是个狠人 好 好 年红桥不能睡沙发吧 跟你睡觉呢 来 我的妈呀 现场看茶 来 妈 当老板早都愿意睡公司里 方便呗 自个儿的公司 不就是自个儿家了 你是女的 从女的角度 这房间你喜欢吗 确得问别的女的 不然我看着挺个样的 是 行了 我这化妆品可以啊 可你的话 用到这种情况 要多长时间 我们一般先用这个 再用这个 用到这儿 半个月吧 这么看 这女孩应该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了 这也是盐红桥小秘吧 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她和盐红桥的关系 屋里的财物 没有被翻转过的痕迹 这个地方这么隐蔽 对方要是冲着盐红桥来的话 那女的完全可以待在这里就不出去 作词可以 你谁呀 干啥呀 为什么不开枪 他们认识 一流的弹壳对不上 不对 你谁呀 开始 你 一 二 三 不对 谁呀 干什么 枪没留在现场 不对 师父 师父 嗯 想啥呢 你咋看 我觉得 财务室跟总裁办公室在一层 不排除入室抢劫的可能性 但现在保险柜没人碰过 是不是没发现这案件啊 你说这抽屉还整个夹层 这能是有啥之前的东西还得藏吗 就财务室 我认为您的很多人 也认为您的 这就想办成功 算了 这辱的 下加 叫做 什么 我认识呢 你 认识吗 跟老夫 adım 他也认识 你躲里边 离音外合 女孩 是凶手安插在虹桥集团的内应 你以为拍谍战剧呢 你现在啥戏 你也解释不清楚 那女孩为啥跳楼啊 瞧那事 你盯着 好 你让我进去 你怎么听过明白话呢 关局办案 办案 办案 你先调一下 你先进去 一岁几个 谁啊 二岁几个 好像是盐红桥的外事吧 这根本就没关系 谁把还公布了 你们自己看 你们自己看 我回家不让我回来 找一个管事人 出来跟我住啊 我查这儿好好说 别吵吵 咋的你管事啊 那么管点 这里边死的人是我老舅 让我进去 你老舅是谁啊 我老舅都不知道 你在这儿办什么案呢 红桥集团董事长 盐红桥 谁跟你说盐红桥死了 死 没 没死 死没死 你们都查清楚 你不要搞这种 这事好不好 你们都仔细查去啊 好可爱啊 蚂蚁被翻证了 我跟小大夫了 我送给你带 你带 骨头的你带上去 骨头的你带上去 带到车上仔细问一下 明白 来 来 你给我过来 来 走走走 我跟你过来上哪儿去啊你 你谁啊 我代表公安机关告诉你啊 我姓廖 这是我们刑警队 队长 关队长 知道我们谁了吗 关队长 你这不误会了吗 差点误会 哥 车里等你啊 别磨叽 走吧 来 你先回去吧 师傅分析会马上开始吧 刑警队长 这安排好了你再回去啊 好 走 嗯 有感冒症状 999感冒里 软暖的很贴心 邀您观看精彩剧集 过吉相年 和红冠王老吉 王老吉邀您 精彩继续 我会上一再强调 维稳维稳 你给我整这么一处 陶军啊 这次真的是防不胜防 关于马上到 有他带队 你就放心吧 不是给他调市局装裁处了吗 怎么还让他带队呢 是啊 我让他并休结束了 赶紧去报到 可他非要等糖尿病康复了再去 再一个负责刑侦的礼局啊 去学习了 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这个案子 我打算直接让市局 刑侦支队办 他该去哪儿去哪儿 不过 陶军啊 在这个节目眼上掉他 他能同意吗 他不同意的事情多呢 这是组织安排 由不得他 陶军 陶军 什么想法啊 眼把钱看啊 不派出多人的可能 不过还得等这个刑机的结果出来才能确定 行了 你把所有的资料整理一下 下午市局会派专案组过来 你做好交接就去市局报到 别啊 陶军 市局的人哪有我对蓝河之根之底 设枪案件 一定要专案组统筹侦破 不知道吗 那你就把我放到专案组吧 有我在 他们也好尽快地摸清情况 我想给保证 服从案呗 调你去市局 你服从了吗 陶军 要不这么点 七天 你就给我七天时间 七天我把这个案子破了 我要是七天破不了的话 你把我掉去打经我都没意见 你要是不答应 我现在就写辞出信 关于 你在跟我做买卖吗 我带了你这些年 就教会了你的这些 关于 你小子怎么好来不分呢 陶军是为了你好 再说了 这么大案子 你一个人能担得住的吗 这上上下下等你七天 五天 最多五天 保证完成任务 什么意思 你这胳膊 陶军 我这还有事向您汇报呢 忠义啊 毛随资金要来 你看这事 他想来 就让他来 这事跟我没关系 关于 我来兰河的路上 三个市领导给我打来电话 在撤县化区 还是在我们已经开始对延洪桥展开全面调查的关键时期 人死了 你说是巧合吗 我叫着 咱们干警察的凡事讲证据 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唯一要求 就是拿到体证办成铁案 明白吗 明白 好 三个 八个 不 都不 你 得 25日早上7点 有路人在北二街道 虹桥集团院门口 发现停在院里的车顶上 趴着一名头东脚西 疑似坠楼的女性 经调查 死者名为陈晓明 18岁 兰河建桥学院在堵 辖区派出所接警后 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发现陈晓明已经死亡 之后 陆续在办公楼里面 又发现了两名死者 虹桥集团的保安赵新国 虹桥集团董事长 严虹桥 严虹桥啊 这社会背景 嘎嘎复杂 荷样开发也有参与 不排除这里头啊 牵扯到利益纠纷 我假装 应该先从社会关系入手 昨日 我是多名摄影爱好者 奇迹兰河化这场旧制 为这座城市 严虹桥 留下最后的一项 这么大一事谁不知道 该抢原券将新建 我还说好像这个事 就是因为她那小命 撤了独子呢吧 我听说严虹桥 是让人用枪给搬了 那小姑娘 能否真俩吓她 那咋不能呢 万一是谁给严虹桥吓跳呢 我还能和这地鞋上 谁敢动严虹桥啊 哎呀 她死了 那是多大的刀刺啊 我就不信 她手下这么严 没人不咬 是因为近十几年来 我国经济得到了清楚的发展 商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促成了消费者 对于消费企业的经济增加 进而市场对商业组合成 是齐县长 给我吧 喂 齐县长 我已经知道了 工程一定会 被按时进行的 严虹桥虽然不在了 但是虹桥集团还在 你放心 我会稳住他们的 我知道了 先回家还是回公司 去公司 王萍 蓝河人都知道她吧 严虹桥的前妻 现在王牌店里的老总 她离婚以后呢 跟严虹桥 也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 风根 严虹桥的外甥 今天接触下来 赶脚她对严虹桥的死 一点也不意外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个调查的突破口 当然 这三个调查方向都是基于 凶手是奔着严虹桥去的 但是从现场来看 对 如果凶手是奔着赵新果 和陈晓明去的 那他就没有在 虹桥集团作案的必要 但是吧 赵新果和严虹桥 明显是死于他上 陈晓明呢 根据以往坠落案的经验 和陈晓明坠楼着地点的推断 初步判定是主动跳龙 也不排除是被胁迫跳龙 但是凶手已经动刀动枪了 还有必要再胁迫 陈晓明人跳龙呢 那有没有可能是 凶手跟陈晓明的关系不一般呢 所以啊 陈晓明的社会关系 也要重点调查 接下来 咱们就先以 对三名被害者的 社会关系的中心 辐射开 走访国牌 有什么情况 及时汇报 周琪 你和廖元一组 你们先去见一下 阎红桥的前妻王平 谁啊 谭青 你跟我一嘴 好 我对咱们惠宁 以及兰河的警力的战斗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你们就甩开膀子干吧 还有 我们破案的期限 只有五天 行 时间紧破 都冻起来 你让周琪问王平 能问出啥来呀 我是怕王平有防备心 再说女的更了解女的 背不住周琪 能看到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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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两 王总 有人找你 你说这王平这是快四十吗 你看看这个 你喜压呗 没事 那你还看着别的成熟呢 是不是 王总 您好 我姓周 这是我同事 廖警官 我们现在有一起案子 需要您配合调查 二位好 你好 小周警官还真是年轻有为 随便坐 好 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啊 老师这样 您前夫延洪桥今早过世了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 昨晚二十三点至今天凌晨三点 您在哪儿干啥呢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 也该怀疑我 已经夫妻一场了 王总好像对于延洪桥的死 一点也不惊讶 蓝河才夺他 早上我就知道了 惊讶 警官 谁 谢谢 谢谢 那您当时在哪儿呢 在家 有谁能证明吗 离婚以后我一直独居 家里有一个保姆 还有一个司机 都可以帮我证明 当然如果你们需要小区的监控 我也可以帮你们联系物业 谢谢 您最后一次联络阎红桥是啥事 一个月前吧 我们虽然是分开了 但是有些商务应酬 还是会聚在一起 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们俩是为啥理会的 人隐私你也笨 没关系的 小周警官想了解什么 我都可以说 感情问题 那你们离过婚以后 他有纠缠过你吗 也不是小年轻谈恋爱吧 我们是同行 生意场上抬头不见低头见 哪有那么多我端四脸 那你们离婚之后 颜红桥他个人的情感关系 你是知道了吧 这就不是我应该知道的 你们九零年结婚 零零年离婚 到现在 已经认识十五年了 我怎么感觉 你一点也不了解呢 小周警官了解得很细致嘛 是他不想让我了解 二位警官抱歉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 能提供什么信息 对你们破案有帮助 如果我想起来的话 这样吧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 您想到什么 你随时跟我们联络 谢谢您的配合 王哥 应该的 不过下次来 还是先跟我们秘书预约一下 给他铺空 了解 再见 廖警官很喜欢看球 我啊 行 之前景潇上学的时候总打 现在也忙 那这个就算是你 哥儿家养的球队呗 是 每周都有比赛 喜欢的话可以过来看看 球场也能外界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体育 有博弈感 是 我也喜欢博弈 现在就是忙 我们了咱们 那我过去了啊 再见 哎 这王平还做慈善呢 那咋的 阳龙桥还做慈善呢 同学们 这边集合 向右拽 喜欢篮球吗 喜欢就好 但也要好好学习 你妈妈说的不对 你想变成我这样的人吗 那就好好学习 你妈妈那儿我去说 对 对 让你这新房子你还不乐意 那阳龙桥的东西那么好拿 指望你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搬进新房子呢 我也不走了 我也不走了 行了行了 赶紧收拾吧 一会儿人下班看见又要说闲话 没准过两天又搬回来 没准过两天又搬回来 喂 你们咋找的 是陈小明家吗 公安局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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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练吧 对了 给孩子们订的棉衣落实了吗 这么冷的天 你忍心看他们动人 对不起 王总 我马上安排 还有 今天过年有多少孩子的父母 在外面打工回不来的 你统计一下 安排孩子们到公司过年 家里有老人的交着一块 好的 王总 王平 怎么着 听说你进来发现几个好苗子 就刚才这些小韩牙子 怎么可能 那些是我资助的特殊儿童 直到潘总懂球 今天请您来 是想让您对我新队员进行指导 替补队员都没带呀 就打这几头烂算 我需要替补吗 我告诉你 篮球有规则是需要五个人 不然他们四个我都不用 在篮和这嘎嘎 除了红桥集团我怕过谁呀 你记住了 这次冠军指定是我的 那就提前恭喜您 听说潘总的三分球 投得特别准 还行吧 我就跟那个那个谁 雷亚伦 跟他差不多 那你看看我的队伍 有没有实力 跟您争一下今年的冠军啊 王平啊 你说你女的 你在家里洗洗衣服 带带孩子做做饭不好吗 你要是带出冠军队来 我们这帮老爷们 连往哪儿放啊 是不是哥几个 是啊 那就求婶那边吧 那你见识见识啊 你这一道就给我赌气能塞的 你有啥可生气的啊 我能真舔着大脸 去团队打篮球吗 跟你有啥关系 你打你的呗 不是因为这事啊 那你生啥气啊 那监控被查了吗 没毛病 咱们现在见到的 都是他想让咱见到的 明白不 那问询的时候 人家不也很配合吗 监控你也瞅着了 人确实可嘉 那还能咋的 不是你真傻假傻 你这太实在了吧你也呀 我怎么就傻了 都是你 怕老远 就听你俩赶那儿抄抄 王平见着了吗 见着了 他咋说的 说了等于没有说 一点有用的都没说 妈呀 咋没有用的了 他不是说了 他跟杨沟桥离婚 是因为感情不合吗 而且两人离婚之后 也还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而且官队其实人家 一直还都挺客气的 他那叫客气啊 他让我下次见他的时候 得提前预约 那人家有他的工作 你 不在场证明查了吗 查了 查了 啥毛也没有 别人呢 都啥情况走访他 查了几个盐红桥之前的 合作伙伴 都有不在场证明 还有就是 金马热利的贾大勇 二十四号晚上 被杨沟桥的保镖给打了 人打完就送医院了 到现在还没醒呢 我们去的时候 娘俩都说 说这事跟杨沟桥没啥关系 但是直到杨沟桥死了 倒是有哭有笑的 反正就是承认人是杨沟桥打的 其他的 一概也不知道 你们呢 师父 别提了 陈小明父母一听说女儿去世 情绪都失控了 这大半天都没问出来啥 后来又跟周围的邻居打了一下 都说陈小明这孩子感情比较丰富 对象一查一查就没咋断过 我看呀 有他查的 对了 关队 刚才新的说已经跟赵新国的家属联系上了 他姑娘嫁到大西安里了 他两天后才能赶回来 师父 咱去到陈小明儿去学校呗 现在晚的急应该没下呢 关队 师哥 这么快到了 这是举那边刚加起初的 现场遗留指纹笔队结果 杨沟 杨四 外号 何巧老四 十五年前 跟南极市场附近 抢劫商人进去了 两个月前刚刚出来了 目前下落不明了 眼下我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找到这个杨四 调园部署各大派出所 除值班背情龙警 尽量加抢抓捕警 注意啊 涉案的枪械 眼下还不到哥那儿 不排除这个杨四手里 有枪和子弹 抓捕过程 千万注意安全 听准备 是 公安局的 例行检查 没见过 见过照片上这个人 这是我们警方 正在抓捕警方的心意 要是见到了 其实和警方的一起 有没有见过这人 老乡 你好 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 没见过 如果你见到了 你及时跟我们联系 你好 买一张黄沙港镇 身份证 啥钱买票 要什么证 我们现在新规定 二十八元 收银三十 把你两块 谢谢啊 不用谢 杨四尔现在就个候车式呢 枪很可能在他手上 里头人不少 舒散群众肯定会惊动杨四尔 咱们想办法接近 直接恩主 千万不能给他掏枪的机会 告诉其他人 看好各个出口 明白 走 来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 K三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请各位旅客携带好个人物品 准备检票上车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 K三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请各位旅客携带好个人物品 准备检票上车 有前往宁安黄沙港镇方向的旅客 请注意 六三八次列车 因天气原因晚点 谁到了呢 这就等个少许 咋子 旅客们请注意 有前往宁安黄沙港镇方向的旅客 请注意 六三八次列车 因天气原因晚点 因天气原因晚点 检票时间另行通知 检票时间另行通知 咋子 玩呢 忘带吧 要不 跟谁借 要不跟谁借 呀 說 CM 尔并 我 我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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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 别动 别动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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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着干啥 你们谁啊 你们 叫啥 杨色 咋的 曾有人说 不要忘记 北方的路 远方 河流冰封 寂静无声 等待什么 过去再出现 为了沉默 忘记什么 等待什么 不肯 画旧了 这是哪里 我在哪里 你再叹息 像个孩子 哭泣 我 我的 神主 为我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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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盛天 我只有追着远方的光 不停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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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